嗨,大家好,我是鞋底 我现在还是在沙特的吉达 吉达南部的一个工业园区 刚才是吃了饭 现在出来溜个弯 我们这两天工厂都没有正式的运转 因为在调试设备 外加上这边的卫生防御部门派的人过来做一些清洁 所以说也没有正式的给大家介绍 就是我住在的那个工厂是做什么的一个工厂 应该明天吧,明天应该能正式的开工了 我现在出来溜大我就想呢 要不我就再搭个车 往那边走了,反正大概六公里左右就是海边 我到海边去看个落日 太阳快落山了 我只要在落山之前往前赶六公里就可以了 这一天没出门 因为白天太暗热了,四十多度 实在是不想出门 看一下这个车 发挥一下我的本色 他们应该都是去海边的 因为晚上了 阿拉伯人还是比较喜欢到沙漠上 海边上溜达溜达 这个大哥有可能会停下来哟 感觉是 呵呵 可真的是 哦,不一定 它是往里走的 坐上了一个 这个孟加拉国小公开的车 它就是往前走了 我就说 把我送到海边就好了 大概五公里非常方便 谢谢 你回那儿驾了吗 在中国 对 哈哈哈 他们这边很有意思哦 在这个停车 还有左边停的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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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看这个 就只要你掌握了这个 搭这个技术 是不是 全是要哪都能走 好了 一个人来到海边了 那哥几个 他们难得今天 不上班 所以都在家里头上网 好带休息 那边是一个海水淡化工厂 那边 沙特的水基本上都是海水淡化的 这海就这样 我们那天赶海啊 这里头就点螃蟹 而且螃蟹还不太富裕 就几个人赶海好几个小时 抓40只 我在这看看落日 先走一走 我这两天啊 也在网上购物 买东西 过两天 要邮寄这个卡特尔 这还有点螺 这螺子有点尺头的 太小了 这长上一些什么生蚝之类的 还有搞头鲍鱼生蚝 我又买了大概 6000块钱的东西了 要邮寄到卡特尔 因为我 再次出发 那就是 去集赞 然后利亚德 去卡特尔 太阳落山之前呢 我已经走到了海水淡化工厂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是铺车的管道 接口在那儿 接口在海里 这边是管道 海水呢 就被 引到这个工厂里边 这是这个油罐车 这油罐车 咱们把油送过来 在这儿 利用这个柴油 发电 然后再用这个电能 再淡化这个海水 反正沙特又不缺油 所以说 永远不断的淡化海水 沙特是全世界最大的海水淡化国 全国70%的饮用水 全部都是来自于海水淡化 大概这样的工厂有30来个 一年的话淡化能力差不多有15亿立方米的水平 看到吗 这工厂蛮大的 海水淡化厂的标志 那边就拉水出去的 那个车是拉水的 这两个 这两个也是拉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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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排队拉水呢 反正沙特有多也不怕 看一下 一二三四五 哇这几个大发电机 好 接着呢 阿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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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绍一下 阿迪呢 这个车的司机 车的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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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从这里开他的那个水罐车 把水运到卖家去 马卡 哇哦 好演的 但是他英语就几件这几句 Jana 耶 对你 Jana Jana 巴基丹 国 哦 巴基丹 耶 我们是巴基丹 和巴基丹 哦 巴基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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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他现在在这排队 应该下一个可能必定是他 因为里边还有这个排队的车 然后就把 J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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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听到 他说什么意思 Jana 啊 Jana So close So close Jana Pepsi Jita Jita Pe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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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know Pakistan Pakistan 他也是 把这个水装满以后呢 也是去 卖家的 哈喽 是大哥在拍一个抖音TikTok 现在就在上船 这里边有十几个位置供灌水的车 这边他们是工作人员 刚跟他聊了会儿天 他们现在准备回去 OK 视频吗? 视频吗? 没有视频吗? 没有视频 我刚在这附近跟他们聊天 结果来了当兵的 检查了一下我这相机里的所有东西 然后他就问我你是干嘛的 我说我是来旅游的呀 他说你为什么到这儿来了 怎么一个人来了 我说我走路过来到这里来看落日 然后就看了一下落日的照片 然后他就说 就是这个工厂怎么样怎么样的 具体的因为带着阿拉伯语我也听不懂 最后也没什么大事就把我给放了 于是乎现在天都快黑了 因为沙特这边毕竟它前面处于一个特别封闭的状态 就是没有开放旅游的 它也就是近几年吧 近四五年吧 应该是才开放的 结果又遇见疫情三年 所以说在这边就是稍微偏一点的地方来游客 不是很多的 你要说是游客 他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一个游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就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说查了我一阵子 还好呢问题不大 拜拜 这个大哥又把我送回来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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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呢要坐那个警察小哥的车 结果呢 当兵呢过来检查我的时候 那小哥就走了 没有拉我 他等了半天 总算是来个车 黑笼笼的 哎呦 哎呦 反正我已经是习惯了 就是在国外啊 有的时候假如像我们这样子拍摄的话 如果说稍微遇见了点敏感的地方的话 你不要慌 知道吧 告诉他你就是个游客 你知道吗 他也问你几句 因为毕竟咱也就是在外边看一下嘛 对这个海水淡化处理这个工厂 只是外表看一下 有没有时候进去 应该问题不大的 知道吧 好了 这个视频呢到这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 点个关注点个赞 这两天其实一直在花钱 就是研究新装备嘛 我不是需要更换自拍杆嘛 我一口去买了两个 两个不同版本的 都挺好的 新的 然后又买了三块移动硬盘 很多网友都给我提过建议 就说啊 你怎么不用这个 我就说了云存储啊 就是说是把素材都上传云什么的 想都不要想 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条件的 你最好的储存方式就是用硬盘储存 而最佳的储存硬盘就是固态硬盘 因为我上一次不是说了吗 我在塞内加尔出车祸的时候 我的那个普通的那种 普通的那种硬盘 就是那个磁盘那种硬盘 就全部都给坏了 就一撞就全部坏了 都读取不了数据 而我的固态硬盘呢 全部都是好的 所以我就长了一个记性 再也不买这个普通硬盘 全部都买固态硬盘 然后又买了一个无线麦克风 这个无线麦克风怎么游过来 现在也是个事 因为它上面有点电池 可能游费就会贵一点 还有就是买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反正花6000块钱 环球旅行就是不断的更换装备 不断的更换装备 我包括我现在其实还是很想的 再坚持到下半年了 还要换个包 因为我那个包的话也不行了 好多地方都坏了 就一直在带伤作战 背起来也是挺累的 好了就这样子了 拜拜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 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